马上给江苏巡抚于国柱 江宁的将军赫里 分别制成一道密罕 明确告诉他们 让赫里将军 联合两江三省的各省都府 从上至下 一致抵抗于成龙 皇上此番派着于成龙到两江 就是让他去解决火号的问题 佛伦 去九万 这回 可又落到你们户部的头上了 我真是替你们俩捏一把汗哪 这福建 直立 都让这于成龙得逞了 两江 保得住吗 行了 我就知道你们俩的心里根本就没底 照我说的吧 马上给江苏巡抚于国柱 江宁将军赫里分别制成一道密罕 明确告诉他们 让赫里将军联合两江三省的各省都府 从上至下 一致抵抗于成龙 这征税的时候加征的火号 大于实际税的税收 大于实际的税收 那么这个插额 就归了官员 没有了火号 让这些官员吃什么 喝什么 拿什么去养家糊口 看于成龙能够一天到晚的萝卜青菜 难不成他得要全天下这围官的人 都跟他过着这苦行僧的日子不成 我再告诉你们两个 去火号没这么容易 还记得我大清入关以前 太祖诺尔哈赤 太宗皇太极也曾试着要去火号 待入驻中原以后 清世祖也助长去火号 去成了吗 他们都没去成啊 再说明朝 明朝去了两百多年的火号 更是没有去成 所以 皇上这一次 让这俞成龙去两江 无非就是把他当个试验品罢了 我说明朝去了 我说明朝去了 这一把要是玩不好的话 这把要是玩不好的话 不但会失去了皇上对他的宠信 很有可能 连他头顶上的这顶帽子 都得一并地给丢了 明朝国真是高瞻远瞩 我说明朝铃鞋 动叉秋毫 要我看 他俞成龙 就当着倒霉吧 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一个行江入土的山西老心 折腾了湖广 折腾福建 折腾完了福建 折腾直立 一路折腾了个六够 这又跑到两江去折腾 即使江苏巡抚于国柱惹不起他 那江宁将军贺礼 可不是好惹他 别说俞成龙当了什么两江总督 两江 那是什么地方 不说是贺礼的地盘 也不说贺礼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 就凭朝廷 将军跟总督同住一地 凡事会同奏事 必以将军为领衔 这一条规定 他俞成龙 甭想凌驾于鹤里之上 更别想在两江作威作福 许久万 卑之在 在俞成龙去两江去火号的这个问题上 佛伦看得可是比你清楚 是 没错 没错 在江宁 我们只需要依靠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贺礼 只要贺礼在江宁 他与于成龙翻不了天 明相国教训得是 你们两个还在这愣着干什么 是 我这就去给于 要比我们揣摩得要细得多呀 于大人 今天我听了你的 上秦淮河去接他 又到后衙来看他 可他怎么样 一直躲着不见我 已经给足他于成龙面子了 于国柱 你应该清楚 你应该清楚 是没发现啊 可像赵吕迁这样的人 他能是个好官 能是个清官吗 他吃的都是民脂民膏 好 锦阳这话说得没错 但我还是觉得赵吕迁的事情 应该暂时先放一放 不便急着现在就往下查办 好 我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老家有一句俗话叫 星期一吃不了热豆腐 放一放 也许能钓到更大的鱼 没想到 真没想到 没想到 真没想到 今天你于大人 居然学会臣服了 靳阳 你是表扬我还是挖苦 他既不是表扬也不是挖苦 他根本就没明白你的用意 你真会门缝里看人的你 于大人 大人 请 于大人 宽和 请坐 于大人 我和翠婷原本打算明天回来 可事情太紧急了 没敢耽搁 我们骑驿站的快马回来的 何事如此紧急呀 就在今天凌晨 大明县支县赵立谦 被知府范永茂派区的捕快 给抓起来了 我们俩四处打探 也没打探出确切消息 就回来先向您禀告一声 赵立谦被大明知府范永茂抓走了 是 不会有误 消息是从县衙传出来的 大明知府为什么突然去抓赵立谦呢 难道他犯了别的事情 这个还不太清楚 是 呢 您弄这么一开始 石头上法 赵立谦 赵立谦 一开始 举部 看看 张立谦 赵立谦 是 我说 他从来 看一眼 何事 我说 听�리 太蹊跷了吧 所以啊 我让他们明天一早 把赵吕迁 靳阳 我和玉林啊 出去看个人 一会儿阳门里要是有人来 别说是我出门的 就说我休息了 不方便打扰 行 你就放心去吧 说假话我还是会的 对 放心 你揍你的 说假话事 交给靳阳一点问题没有 好 交给靳阳了 我说你周先生啊 什么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那么难听啊 你说什么 你说话难听 对 这天太棒了 老爷 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个就是定圣角 前面就是熊先生的腹底 咱们去 你们也做的 你怎么吃 你лов心 就aten 放一半 你一本当 又知 然后 就算是 小姐 这说你老二 来 熊大人 万辈 给于大人请安了 快快免礼 快快免礼 老夫虽然长你十八岁 但是熊大人 老夫早已久仰大名 熊大人 康熙十四年已是五音殿大学室 兼刑部尚书 官制一品哪 万辈 不敢当 不敢当啊 于大人 请 请 于大人 请坐 请 宇大人 听静来信什么都告诉我了 但我想对你说的是 两江的火号 你去不了 熊大人这么认为 于大人 两江是个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两江不同于福建 也不同于直立 更不同于胡广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两江有钱 两江富裕 两江比大清朝任何一个地方 都要富裕很多很多 老夫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熊大人是说 两江的火号 比任何地方都严重 对 正是这样 那为什么去不了 于大人 你是做过吉尚 封江大吏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但凡富裕的地方 来逐力瓜分的人 趋之若鹜 形形色色 这里可是两江 去火号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将要让那些既得利益者们 失去他们原有的利益 这个 老夫明白 现在去火号 存在着两个致命的问题 一 现行的朝廷俸禄过低 官吏们无法获取忧郁的生活 二 火号获利的人太多 从县衙到都府 再到朝廷各部 火号已经成为各级官员 主要的财政收入 所以阻力极大 已经严重阻碍了朝廷 去火号的进度 还有 于大人 两江不仅是附属之地 还是人才之乡 众状元 入汉林 做大官的人比比皆是 那些官僚和地方大户的关系 盘根错节 社会上 黑帮势力无所不在 官商勾结 衙门腐败 于大人 这就是你来两江之后 将要面临的局面 大人 请 二位大人是 碧人于国柱 是江苏巡府 这位是两江部政使 兵司令丁大人 在下 于大人的西袭柳继阳 见过府台大人 藩台大人 不知二位大人深夜来访 有何贵干哪 柳氏也好 我陪府台大人 是专门来看望于大人的 实在是对不住啊 于大人一路安把劳顿 是 身体不适 你看 已经休息了 府台大人 那我们 既然于大人已经休息 那我们也就不便打搅 是是是 告辞 二位大人慢走 还有一天 也许你不知道 我看见了 驻扎两江的江宁将军 和江苏巡府于国柱 都是明珠的彭塔 他们在两江的势力熏天 尤其是贺礼 是当今皇上的亲外甥 这些情况我都了解 贺礼将军我还认识 但有一个人 你未必了解 什么人 于可 于可是什么 于可只是他的一个外号 此人是两江地盘上的 黑帮老大 但这只是他其中的一个身份 他还有什么身份 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贺礼将军实际的大管家 但这个身份 是不对外公开的 这个于可 竟有如此神动 此人很少出现 也极少出现在贺礼的身边 但他实际掌握着两江的火号 在两江 他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同时也是 贺礼 余国柱 佛轮 驱九万 明珠等朝廷各大官员的利益输送者 我明白了 这两江的确是一个非凡之地 于大人 如果你决心去掉两江的火号 就必须先拿于可开刀 去掉于可 就等于去掉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渠道 但这样做你会很危险 他们会群起而攻之 于国柱可能藏在身后不露面 但是贺礼可能不会 他会跳出来向你发威 于大人 熊某 就是在朝廷上 立主去火号才被革职罢官的 熊大人也是因为立主去火号 而被朝廷革职的 对 于大人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